不知道 我經常看新聞 其實你有沒有被人強姦過 我是 因為那裏的人會殺了你吃了你 那裏的人是吃人肉 頭三年我都是沒有朋友的 人家聘請他們 但不聘請我的原因不是因為我面試得不好 是因為我是一個人導遊 但沒辦法 整件事很失禮 我聽到都覺得很失禮 歡迎大家來到不正常人類研究室 我是大家研究生丁仔 我每一集都會請一些不正常人類在我眼中的人 嘗試向他們去偷詩 學習一下 如果大家想有一個基礎 對於印度的認識 可以看看昨天我已經上載了那一集 那今天呢 我特地請了一個印裔的香港人 跟我們更加深深地了解多些 關於你一來 和我也想透過你認識印度文化 那你又請了辛德莉莉 你現在是有正職嗎 我是Youtuber一邊 然後我有份正職 一至五就是正職 然後可能下班之後 或者星期六日就是做Youtuber 那你很忙嗎 都一時時 我個人都比較懶 你的比例是怎樣分 暫時就是正職為主 還有我接下來也要結婚 所以就正職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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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擇一日 是不是會有擇一日 這些事情 我們印度人很煩 其實我們問神 我們也有自己的風水師 我們也要問 還有我們是要看我男朋友出生 那天的地方 地點 時間 還有日子 跟我合不合 不合的話 其實我們根本是應該結婚 都有這件事 但是你會不會受這件事的阻礙 我媽媽已經幫我問了 其實她很secretly 已經一年前幫我問了 OK 即是如果她已經在背後檢查到 你們是不登對的話 她會很highly encourage 你不要跟她走下去 會不會在背後發功 我覺得她不會那麼支持 但她不是那麼 她都比較開放 所以她都可以 OK 結婚這個題目 其實我稍後也想跟你一起深入研究一下 因為我很有興趣 你自己本身是有 有沒有宗教信仰? 有的 我是印度教 所以你剛才說你不吃牛 嗯 但你知不知道有些人 他是印度教 但他照樣吃牛 我弟弟 為甚麼 你又跟他又不跟 他覺得好吃 哈哈哈哈 即是你覺得不好吃 不是 因為其實對印度人來說 宗教是很重要的 你剛才也有說過 那麼很多家人 都會逼他們的子女 是跟得很足 不吃牛 但是我和弟弟 因為我們家人 是比較開放的 那麼他們就覺得 其實宗教這件事 是不可以逼的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就算逼著你 你也不會相信 所以我們小時候 我媽媽就跟我說 我不想你吃牛 是因為我想你注重我 那我不可以不注重媽媽 你也說到這麼下 我弟弟就是 他吃之前也有跟媽媽說 媽媽很想試 然後我便吃 他也覺得這些東西是很難逼的 他又覺得好吃 他便繼續吃 但如果真的吃的話 還是出街才可以吃 因為我媽媽是不吃肉的 他是素食者 因為印度教有些人 是素食者 有些人就吃肉 我媽媽就是不吃肉 印度教是不只不可以吃牛 對呀 不可以吃牛 傷害也不行 總之牛就是很聖略的 因為我們印度教 相信牛是一個 會犧牲很多自己 他整個身體都可以用 因為我們之前 很久以前 印度沒有火 我們便會用牛 來當作起火 然後 他又會幫你耕田 然後牛的肉 又可以吃 所以我們覺得牛 是為我們犧牲很多 但是 所以我們便覺得 不應該吃它 我看了其中一個 就是會吃人肉 我真的沒有聽過 你沒有聽過 我知道印度有一個地方 屬於沙灘邊 我媽媽就跟我說 不可以去那裡 因為那裡的人 會殺了你吃了你 那裡的人是吃人肉 我就以為他開玩笑 想嚇我 不想我去 但是 是真的 但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屬於一個教 有可能是 那裡 可能是那個教 因為我記得 我有看過那些紀錄片 旅遊片 我忘記了是否在行河 行河面前 那就是Jainism Jainism Jainism是不傷害任何的 不吃東西 自己餓死就是Jainism 是嗎 其實很多人都會經常 DM我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遇到一個印度教的人 他會跟我說洋蔥也是肉 我不明白 那我就說 其實那些就是Jainism Jainism是總之 那些蔬菜在泥下面 就是蘑菇 薑 薑 蒜蓉 洋蔥 這些都不會吃 那他們是一定要 就是actively 可能是 我不知道 蘋果是掉下來的 沒有傷害任何東西的 你才可以吃 就是很多 他們是有很多很 strict的rules 有些人是相信 連洗澡都不洗 因為他們覺得 我洗澡是可以 傷害到一些微生物 然後他們是很相信的 是連鞋都不會穿 因為他們怕會踩到一些微生物 他們是極度相信的 而且他們不會剪頭髮 因為他們覺得傷害 Diffing things Jainism中文是什麼 呃 奇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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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應該 那也是挺奇的 嗯 那你認識不認識 伊斯蘭教的朋友 認識 大多數都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對 新聞很多時候 還會有很多衝突 那些事情 但我其實很想知道 今集是 lighthearted 少少 我想知道 在地的 平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我們平時看新聞 放得這麼大呢 我這個年代好很多 例如我跟爸爸說 或者跟爺爺說 我爺爺是很反抗 我跟任何Muslim的人做朋友 因為他可能 他那個年代就是看著 印度和巴基斯坦打仗 那些 他的心中是很不開心 但可能去到爺爺的年代 其實我們都來了香港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一樣 那他就會比較lighthearted 即他附近都會有一些Muslim的朋友 去到我呢 我覺得其實每個人都是一樣 因為我們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那為什麼要放在心裡呢 我覺得每一個年代都會越來越少 但是如果你問爺爺 或者我男朋友 爸爸那個年代 或者公公那個年代 他們真的會不開心 但是在香港 其實我覺得是很和平的 就是我反而有時候 都會遇到一些Muslim 或者巴基斯坦的人 其實他們是很nice 他們不會因為我是印度人 而對我不好 其實他們反而會對我更加好 OK 即是是不是要作出一個說明 就是 嗯 那個conflict來到我們這裏 要結束 是啊 我老實說 我之前可能小時候 都會因為聽我爺爺說 我都會害怕 或者可能覺得 其實巴基斯坦人 都不會想跟我做朋友 因為有這麼多history 但其實現在長大了 我覺得不是 反而是可能見到 我們會很想了解 對方的文化 覺得其實我們之前 都是同一個國家 那現在有什麼分別 都會想了解一下 和會想做朋友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是我進入到重慶大廈 我覺得最出奇 因為重慶大廈 他們是不會理會你是巴基斯坦人 印度人 總之他跟你朋友 就是跟你朋友 我進入到重慶大廈 看到這件事 我覺得 為何再老一輩 還會放在心裡 血海深仇 這樣 這個是你在香港的觀察 你會不會回去印度 小時候會的 現在就少了很多 但小時候我覺得最搞笑 因為我可能 在印度來也會有時候見到 可能印度和巴基斯坦人 有些爭執 但是我媽媽又叫我留意 一件事就是 我回到印度的時候 如果有節日的話 你是不會見到有什麼分別 因為對印度人來說 以及對巴基斯坦人來說 節日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們在節日會 拋下所有不開心的東西 就算你是敵人 他也會恭喜你 會跟你說 我們一起慶祝 我覺得這件事 會令我好心願 我覺得很開心 其實很久之前已經聽過 印度是有種聲制度 有一個很遠遠流長的歷史 是不是來自 Brahmanism 先的嗎 是不是 你還熟過 我只知道這麼多 我聽過 然後好像說有 Vish Vishnu是我們 一位神來的 然後就有不同的社會階級制度 你懂不懂得分開 我記得有四個 對 最高的就是神父 或者 Brahman那些 對 就是神父 Brahman其實是等於神父 第二級就是皇帝 第三級就是 可以說白領男 就是做生意的人 最後就是 你剛才所說的 就是清潔工人 OK 據我所知 其實已經沒有了這件事 OK 會不會還有一些暗地類的影響 我覺得最搞笑的是 每個人都會知道 對方的印度人是哪一級 你怎麼知道 性 是看得出來的 例如我 跟我男朋友說 他有一天就說 你知不知道我的種性制度比你的高 然後我說 哇 真不好意思 那他很偉大 對 對 然後我就想 為什麼你會搜尋這件事 他說 沒有啊 其實看你的性我就知道 然後我說 OK 他是不是想正式跟你說 幾個分之後 我們分回合結論 你要聽我說 我可以試一下 但是 他不會成功 他是哪個級別 他是第二皇帝的級別 我也是 但是我就是第一級 他是比較厲害的 其實有沒有人在乎 有的 有的 例如說 我之前有個朋友 他跟他男朋友拍拖五年 但是 他們總性那級 是欠兩級 那男生的父母就說 你不可以跟他結婚 那是很直接這樣說的 那我也有聽過 其實除了看性之外 還有沒有任何指示 我可不可以就這樣看你 我知道你會不會有這個默契 哦 會 就是我不說 其實你不知道 是啊 但是你一說過性 還有香港的印度人 特別是他們是很喜歡問這件事 因為我 第二份工作是幫一個印度人打工 然後他第一天 第一件事就是問我 哦 你姓什麼 你是什麼 總性制度的人 或者你是什麼 學校 然後我心想 其實 我們個個都是印度人 為什麼要分成這樣 但是是不是一個普遍的問題 就是很普遍的 對他們來說是 然後我回答不了他 他呆了 他說為什麼你會不知道 然後我說因為我從小到大 都沒有理會過這件事 對我來說這件事不是重要 因為 我的朋友問我什麼人 不是印度人 就是我不用分成這樣 我是這級的 然後 是 其實我聽起來也是很愚蠻 對 還有我覺得很神奇在於 為什麼2022年 都會有 都會有 有沒有很大的影響 在社會上 在印度上 會的 例如很多人經常都問我 你的總性可不可以轉 例如你的總性是第四級的 但是你的兒子做了明星 然後我說 就算做了明星 你的性都是改一級 其實那些人都是會 尊重上不會太尊重你 是有分別的 那你可以改性的 真的嗎 你可以的 你可以改了性的 那些人就不知道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印度人到現在 雖然不正常 但都會頗重視 還有沒有 除了在職場上 有沒有其他影響 中性制度 如果你是最低級的 可能你 例如 一個女生想結婚 他可能找一個老公 也很難找 因為很多人都會看低他 覺得他 他第四級 不要了 但是按照計 沒有所為 如果你女生是嫁給一個男生 都是追蹤男生的最後名 是呀 但是男生的家會提低你 他會覺得 覺得你不夠好 我找個更加好些 那些男生都會覺得 其實我也想跟其他附近的親戚說 我跟了一個第二級的人結婚 但是我是第三級 就是還可以拿來一個 bragging rights 是啊 印度人是很喜歡bragging rights What the 對我來說 我很幸運 因為我男朋友家人 是完全不介意很多事情 可能 我上youtube 或者我拍這麼多片 我 拋頭露臉 是啊 都不介意 我覺得我是很幸運 OK 你們倆是情投意合 現在的現代社會 還有很多人會安排 父母安排婚姻嗎 我覺得其實比之前少了 但我不知道多少個百分 我可以說我附近的經驗 例如我印度的親戚 他們從大學認識了一個男生 然後男生對他有興趣 所以就結婚 都會懂得懂得懂 但反而在香港 有很多 我可以說是 arranged marriage 為什麼? 香港反而 因為他們可能會覺得方便一點 方便哪個? 方便男生 因為其實印度的婚姻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如果印度的男生想結婚 或者女生想結婚 他們是要製作一張CV 就是說那個男生幾歲 做什麼工作 然後他住在哪裡 就會傳給印度找老婆的公司 即是有一個叫Dating Profile 那是透過什麼渠道 即是Dating App 印度是有很多Marriage 有些叫Marriage.com 其實你可以上YouTube搜尋 有些很搞笑的影片 真的一個男生坐在那裡 給他媽媽回答 他就說I want a wife 然後他媽媽就說你講好一點 是有很多的影片 我其實很想知道 你快要結婚了 恭喜姐姐 你是什麼時候求婚的? 他上年6月 什麼時候會正式結婚? 12月 12月 3個月 很快 你大壓力嗎? 很大壓力 以我所知 你快要去印度買婚 婚紗 你也是走回印度儀式 是嗎? 是 我很想知道 因為我三年前經歷過一次結婚 我覺得我短了幾年命 太多事情要煩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我覺得普遍亞洲人都是煩 是啊 譬如我以前 沒了一盞燈 你認識的香港婚禮和印度婚禮相差多遠? 煩很多 多少倍? 起碼十倍 什麼? 當我正在經歷這件事 即現在正在經歷這件事 我就覺得 我真的很想簽紙就算了 我一直跟我男朋友說簽紙就算了 我不想再搞 因為我沒有想過 印度婚禮其實他們是很尊重每一個習俗 即每一個禮節 你都一定要跟得足 其實我們兩個結婚 我們只是搞兩天 但是對香港人來說 我邀請朋友們 他們說兩天 為什麼要兩天? 兩天都要來的 兩天都要搞什麼 我可以怎樣幫忙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他們 因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因為 我覺得最煩的就是 KU媽媽和我媽媽現在是朋友 他們差不多每天都會聊電話 聊兩個小時 聊什麼呢? 我們這一天可以搞什麼 不如把這個節奏放進去 然後我媽媽就說 你結婚的兩個禮拜前已經開始請假了 然後我心想 蛤? 你給人工 我已經呆了 有很多禮拜上 例如我們一定要得到所有長輩的祝福 其實這件事都有五六個禮拜 有一天就要長輩來你家吃飯 然後有一天就是長輩要來你家 就是給你祝福 又要給你禮拜 什麼位置給你祝福 他們就會恭喜你 然後就會給你一份禮拜 然後就會碰你的腳 等於他們在尊重你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禮拜 就是要找五個結婚的女人來我們家 來祝福我們 這件事都是他們前天才想出來的 然後我就說我沒有結婚的朋友 有得自己想一些禮拜 即是他們上網看了 這個好像挺有趣 然後我又聽不知哪位伯母說話 是應該做的 然後又搞我 他們根本就是 having so much fun 是啊 他們很開心 他們要找些事情去搞一下他們 然後最有趣的一個禮拜 我很想有就是玩薑黃粉 其實薑黃粉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健康的一個粉 我們結婚是一定要有的 而且我們拜神的時候 是一定會有薑黃粉的 有一個禮拜就是 好像你玩灑水節一樣 就是灑薑黃粉在我身上 和我男朋友身上 玩得很開心 你全身都會變成黃色的 這就是他們給你祝福 現在就會玩到瘋了 會把啤酒放在你身上 我覺得我和我男朋友很想要這件事 然後我媽媽就說 但是這件事是玩的 你要做正式的神父在這裡祝福你 祝福完之後 你就不可以見我男朋友了 你這個是說pre-wedding pre-wedding 然後他就想三天前搞 然後他就說 你之後就要三天之後才見你男朋友 然後我說 我們在計劃結婚 我們一定要見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談 然後他說不行不行 不能見 然後我就愛了 我只是聽到你好像是 雙方的媽媽有意見 是啊 是否大家都很傻的 就是爸爸那邊 爸爸那邊不管 老婆說什麼就可以了 OK 他們說都不管了 給錢就可以了 對 聽說印度雜族結婚就是 女方負責整個婚禮的世費 不是 沒有錯 我們不是 OK 因為其實technically上是 之前說傳統上是女家給的 因為我們印度人的想法就是 女家家人最後的責任 女家嫁了出去 就不 belong to 他們 他已經是 擺斷 對 敗斷 對 他們就不需要你女孩子 以後需要什麼錢 需要什麼都不關他們的事 因為他們已經不是同一個性 但是男家呢 為什麼不用給呢 就是因為男孩子結婚之後 都會 照顧他們家人 照顧他們 他們就覺得 他都會給錢我們 OK 你有跟印度的老闆做過事 有跟香港的老闆做過事 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印度老闆是 他聘請了你就是等於 你欠他的事 所以他會期望你 24小時服侍他 而且他會期望你 任何事情都要幫他做 可以說不 鞠躬盡水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分別 這是印度 對 他不會遷就你 因為我覺得其實 在印度工作是一件很難的事 因為印度人是有十幾萬個藉口 我是試過 我舅父之前有間工廠 然後他工作的時候 他是有一個員工 是可以一個月不回半個月工 是因為他媽媽死了三次 他的狗不知道 他失蹤了 他有很多藉口 所以我覺得印度人工作 預期望是高到比的 那香港呢 那個經驗是怎樣 我覺得香港人是比較 是比較適合的 就是你做不到 你跟他們說話 他們都會明白的 或者他們都會盡力幫你 但是印度人就是 我叫你做A 你要做A B C D E 你是一個印裔的人 在香港長大 讀書 那你有沒有任何困難 有 一定有的 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讀書的時候 第二部分就是找工作的時候 因為我爸爸是十六歲來香港的 他就覺得來到香港 他就覺得 他都想將來的子女 懂得說廣東話 可以融入這個社會 他就 還有那時候他又覺得 國際學校真的很貴 他無法支援 他就 又不可以說迫的 鼓勵我和我弟弟 進一間本地學校 我覺得其實二十年前 本地學校是不會有任何少數種類 他們是不會想一個少數種類 因為他們所有科目都是廣東話 那時候我幼稚園也是讀國際學校 然後我進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間學校收我 收我之後 其實校長很友善 他很直接跟媽媽說 其實你女兒這樣 什麼都學不到 不如你進第二間學校 你不要浪費她的時間 因為她在肥所有科目 但你那時候 溝通上已經沒有問題了 我溝通不了 因為我講小日 你那時候還沒學廣東話 你學校 OK 我幼稚園也是讀英文為主 其實我是真的什麼都不懂 那我媽媽就 不知為什麼 我媽媽就覺得 不行 我女兒一定要學好她 那我媽媽就 有一次不知為什麼 在八街 就看到之前八街 是有一個notice board 不知說 你可以買什麼 或者誰可以幫你補習 她就這樣拿了一張補習 即是有很多人幫人補習 是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 那些是八街只有一張紙 然後你填一張紙 你的名字 電話號碼 即是你在推銷什麼 那時候就有很多補習老師 那我媽媽是 半年內應該請了大約十個補習老師 然後她就會不斷炒人 即她會坐在我旁邊 然後她看到我什麼都吸收不到 她就說 行了你第二天不用來了 然後她應該是過了十個之後 第十一個就是一個在讀大學的香港人 她就是一個女人 她幫我補習的時候 她幫我補習的方式 不是好像在罵我 她是當作跟我聊天 之前那些都罵你學你 對 然後她又逼我本什麼詩 什麼月光 什麼月光 我忘記了 從前什麼月光 多少歲 我那時候七歲 但我是一粒 我不懂得說廣東話 而且我背詩沒有用 那個補習老師 因為她自己也很小 她會和我一起看電視 坐在這裡和我一起看電視 然後帶我到街上吃茶餐廳 她是用這些方式來教我學廣東話 然後我就慢慢開始學 去到小二的時候 校長就說 你女兒又循步了 其實你循住一樣 本身你可能會有興趣的東西 可能是看電視 聽音樂 學得很快 我也是的 我那時候去到加拿大 頭過六七年 我都沒有講過英文 我都是群回移民去的香港人 因為整個班都說了六七年 但你到高校的時候 你可能要多接觸 或者你讀書的時候 你真的要懂得少少英文 還有你開始接觸 音樂文化 然後你會發現 你不用花努力 對 所以她也是用這個方法 我終於吸收到 但我覺得我頭三年 我都是沒有朋友 因為我覺得 其實不一定是因為他們歧視 但我覺得你跟一個八歲 九歲的小朋友 他們一輩子都沒有見過 一個不同膚色的人 無端有一個咖啡色膚色的人 走過來跟你說 你也會害怕 你會心想 是誰來的 是不是外星人 我那時候就很困難 如果想做朋友 或者有人跟我一起坐 都不會有的 我經常都是自己一個人坐 我覺得頭兩年是比較辛苦 但是 好了 到什麼時候 你發現 現在已經可以很自如地 去識一個溝通 跟本地人溝通 聊天 社交 大概是四年級的時候 因為三年級開始 多一些女生跟我聊天 因為我溝通到 但到四年級 我那時候的補咒老師就說 不如你 他就跟我說現在流行什麼 我記得那時候是流行YES卡 暴露年紀系列 然後他就買了一套給我 他就說 你明天帶回學校 跟你的同學說 然後他們就開始跟我聊天 這是你的導師給你的意見 他很會玩 他很友善 到現在 他還會離我婚禮 很搞笑 他自己現在也有個女兒 然後他說 你幫我女兒補英文 然後我說我不補 他有方法 他知道怎樣去 隨著你有興趣的東西 來教你 是啊 然後他就會 我上學大YES卡 然後那些同學就開始邀請我 星期六 你來我家一起玩 那些 然後他們 父母都開始覺得 其實這個女生 她都是一個不同國籍的人 但她都是一個好女生 他們就會開始 叫他們的子女 跟我一起聊天 這樣 是慢慢發生的 這件事 但是 我一定是要踏出第一步 就是我會做第一個 跟他們聊天 或者聊他們 然後你打後就出來工作 你有沒有說 你又有另外一個困難 我覺得最困難就是 可能我和我的同學 他們的GPA 差我很多 可能我3.8 但他們是3.2 但見到同一份工作的時候 別人聘請他們 但不聘請我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面試得不好 是因為我是一個人導人 或者他們覺得 你廣東話應該都不行 那就不聘請我 那你見工的時候 你會說的 但他們都會找一個藉口 我記得我之前找一份工作的時候 他們去IN 我去IN的時候 他們那份工作是英文 他們是要一個外國人 寫英文 即是打英文字的 那 我OK 我英文OK 接著我面試他們的時候 他就不斷說 我們公司很包容不同膚色的人 其實我們之前 都聘請過很多 小數的職業 但他們全部都離開了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要離開 不合理 然後我就說OK 然後他就會問一些 比較 我可以說是 Stereotypical的問題 例如 你 可不可以和我們一起吃東西 然後我問 為什麼不可以和你們一起吃東西 他最後的結論是 因為我不懂打中文字 然後我就問他 那這份工作是否需要打中文字 他說不是 但是我們有時候同事 都會Whatsapp 或者Email 打中文字 然後我說我懂得寫 我就寫出來 但是他就是想找一個 excuse 來跟我說 我不想請你 遇到多少份工作 是有這個處境 有很多就是 寫CV都不會考慮 那你是怎樣 因為你見到你的名字 對 見到我的名字 我覺得這份是 他比較直接 有第二份都是一間 可以說是Global公司 他之前是聘請Event Helper 但是他不聘請我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是一個人導人 那他很直接說的 但Event Helper你只做幾個小時 我那時候是學生 那他就說不聘請我是因為 他們想要香港人 但是我英文OK 中文OK 然後他說 其實之前他們都覺得 語言上是需要的 但現在就覺得 都是想要回香港人 那他很直接跟我說 我都愛了 對 我心想OK 我覺得香港人可愛之處 就是他們做一些很racist的事情 但他們不知道那件事是racist 然後他很blunt地跟你說 是啊 我就是這樣 然後他們不知道有問題 我試過 我真的試過 我都是坦白而已 但是他們覺得坦白 就是我試過前一份 我之前做過一份recruitment工 然後我老闆 我要交一些CV給他看 就是我說 我覺得這個candidate很好 然後有一個candidate 我真的覺得好的 是印度人來的 然後他說 我告訴他 他英文一定很重口音 我聽不明白 然後我說 其實我跟他聊過 他不是很重口音而已 然後他說 他們說話很快 然後我心想 你對著一個印度人 在歧視第二個印度人 其實你覺得你是racist 然後他完全沒有 他就說 蛤? 聊一下吧 但是我不會對他 你對他吧 你對回你自己人 然後我心想 你可以這麼直接 這麼racist說 但你都不覺得是一個問題 我真的沒有話可說 我會覺得我自己 但我會在想 其實 是不是我有問題 其實可能他不racist 不是 我不會擺入心 我覺得你說得對 你對 認識 不會想了解其他文化 不會想了解其他文化 會很正常 但沒有辦法 很失禮 整件事是 我聽到都覺得很失禮 是 OK 所以OK 我聽了你的 struggle 有沒有任何方便 因為你的身份 方便 我就 我知道 你會聽到很多真心話 因為那些人以為你不懂中文 嘩 這也是 有 有 有沒有聽到一些很噁 正在說你的 有 有 又不是在說我的 但我覺得 我之前好像也是去女人街 你知道的 我媽媽在看東西 然後旁邊的醫生就說 喂 你家店裡有人看東西 然後他說 你都不買 這些人經常都看來看去 然後我就看著他 他說 叔叔 其實我懂得聽的 但是你這麼困難 我不買 然後他 呆了看著我 然後我就說 媽媽我們走吧 我會覺得 我不會罵你 但我會跟你說 你不要 你說話小心點 有沒有其他的 有沒有其他的 我覺得 我附近的人 會很想了解你 如果他們想跟你做朋友 他們就會 很想到你家 或者想了解你 他們會覺得很興趣 我覺得這件事是挺有趣的 現在有些人是想 不是因為我的性格 而想跟我做朋友 可能是因為我是印度人 那你會不會覺得不舒服 我不會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遇過很多奇怪的問題 我又覺得沒什麼 我遇過最奇怪的問題 是有一次我到我朋友家吃飯 然後他媽媽看著我 她說 喂 你不要回印度 小心點 知道嗎 然後我說 我母親為什麼 她說 不知道 我經常看新聞 其實你有沒有被人歧視過 不是歧視 你有沒有被人強姦過 我是 我是看著她 然後我的朋友 喂 媽媽你不可以這樣跟她說話 然後我的朋友很不好意思 她說 不好意思 然後我母親也說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怎麼問 我母親是單純 那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任何結論 對於為什麼 香港人會對於 印度的狀態 就是覺得很多強姦犯 我相信你也聽過不少 聽過 是世界各個都知道 我覺得是 在新聞上看到都會擔心 都會說出來 那時候是播放得很厲害 大家都知道 我不會說 印度是很安全 完全沒有強姦 我不會騙你的 但我 所以我 我會覺得 印度不只能這樣 就是你不要拿一種壞事 不停地說這個壞事 其實印度也有很多好事 然後 就是我有時候會 跟我印度的朋友 就是印裔的朋友說 或者跟我男朋友說 他們都會說 其實 他們會有些不開心 就是因為 為什麼你經常說不好的東西 為什麼你不拿印度的好東西說 在香港 特別 之前我覺得很多香港人會很害怕印度的男生 他們不會理想了解你是一個很背景的男生 可能他們也會害怕 他們第一樣想你會不會強姦我 其實我之前試過有一個朋友 他剛剛跟他男朋友一起拍拖 我的朋友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我認識了他十年 他經常到我家攤來攤去 他不會理會他和我父母是熟悉的 他已經把我弟弟當成他的弟弟 他剛認識了一個男朋友 他跟他男朋友說我想在這裡的家 他男朋友問他要不要陪你上來 你怕不怕 他問他怕什麼 他問他是不是有爸爸和弟弟 我的朋友問他怎麼辦 我認識了他十年 他爸爸已經是我的爸爸 我會聽到這些我明白 我明白為何你擔心你女朋友 但你不可以狀態到覺得 每個印度男人都是這樣 我猜很多人墮入那個陷阱 去想印度很多強姦 其實因為只有罪案才會被報道 你不會說明天有個報道就說 今天印度沒有罪案發生 這不是一個headline 那你只接觸到一些負面新聞的時候 他們就會blow out of proportion 其實我經常跟朋友說 我認真跟你說 現在有報道的事 十年前是不會有人報道 十年前可能發生得更多 發生得十倍 但是不會報道出來 為什麼 因為在印度他們覺得不是一件大事 但是現在印度是發生得更多 他們覺得是要討論的 只不過是一個expose 是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分別是 我真的在印度的街上 見到那些女生 是發一聲打他男生 如果那男生走過來 我真的見到 然後我就覺得 尊敬 我是會見到這些東西 或者我會見到一些女生 如果有男生看的 他會直接看著男生 說你看什麼 看完了沒有 我覺得現在在印度的女生 是大膽了很多 我感覺到這個是 你回到印度的時候 人們就是看到 咦 現在這個Lily是 Lily和你了 你分敷一起回來的時候 啪 為什麼遲了兩分鐘 我跳一跳的話題 我想問一下關於 娛樂事業 OK Bollywood Bollywood是其實 不只是Local大 其實是Global的 是 你能不能夠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Bollywood的戲要這麼長呢 最短的那套都三個小時 嗯 這個是我的想法 因為Bollywood是一定要有音樂 音樂是佔了一半的 因為對我們印度人來說 音樂就是開心的一件事 你開心不開心 也一定要有音樂 所以 一部電影就一定是 有一半都是音樂 其他 對印度人來說 為什麼Bollywood 這麼受歡迎呢 就是Bollywood是一個 Distraction 你家裡有什麼事 如果你不開心 或者什麼 你就會立刻想看電影 就是麻醉 對 所以他們會忘記他們家裡的煩惱 或者有什麼壓力 他們會完全忘記 因為你會代入電影裡面 所以他們會覺得Bollywood是一樣 他們一定要有的東西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是 我從小到大都是我爸爸 無緣無故不知道為什麼 他可能覺得我和弟弟沒有看Bollywood戲 然後他無緣無故開始 每個星期都會買兩套Bollywood戲 然後逼我們跟他一起看 因為我們有很多文化上的東西 其實我們印度文化都是朝著Bollywood來轉 就是女生的時裝 或者女生如何大膽一點 女權 就是女人權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由Bollywood影響出來的 所以你剛才問我為什麼這麼長 因為我們有很多元素要放進去 全部放進去 所以你一個小時的戲是說不完 彷彿好像是一個教育 為什麼要跳這麼多舞呢 我剛才所說 開心或者不開心都一定要跳舞 不開心都跳 不開心都跳 有不開心的舞嗎 有啊 我待會給你們看 是很不開心 在這裡哭了出來 但也要跳 所以對印度人來說 你不懂得跳舞 是基本上廢 所以我也有點廢 跟你不懂得說話差不多 對 最後一件關於Bollywood的事情 為什麼要這麼誇張呢 我看見有些action movie 那個不是一個 norm 還是其中只是我們看到一些很奇怪的 不好意思 我說了奇怪的兩次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等於掌握一巴 你也要展示20秒的 side effect 對 掌握你一巴 可能你飛了一個對面街 對 為什麼 還有射你一槍 你點10秒才會死 這個是怎樣影響出來的 這個我有做過研究的 因為他們覺得Bollywood是一個幻想 就是你進入了一個夢幻世界 你自己人生有多少煩惱 但是你看過男主角做到這件事 你就會覺得其實你在人生裏面也可以做到某件事 就是好像給你一個勇力 你覺得你也可以成功的 那這件事就是Bollywood想做到的事 那你說為什麼這麼嚴重呢 就是因為 是因為 維吾是 很搞笑 或者 他是為搞笑而做的 有時是為搞笑的 有時就真的想展示整個 effect 但是我覺得 印度人一向都很嚴重 我就是分不到那條界在哪裏 印度人很嚴重 如果你是想我笑 其實是達到的 但是 你們好像不是想引人笑 我不懂得分那條界在哪裏 其實生活上印度人都很嚴重 對我們來說 沒有小事 什麼都是大事 OK 你看看南部印度的戲 是真的嚴重 他們可以當香蕉是一把槍 然後又射死你 他為搞笑還是真的 我自己覺得很搞笑 但是我不知道 那些人是否為真的 最好笑就是 連你也不知道 他說好笑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很少 我現在是少了看Bollywood 因為我小時候覺得 搞笑 而且我會學到 生活上的價值 或者覺得 其實我都應該這樣做 我覺得很多時候 都是你所說的 教育上的事情 但是現在我真的 我覺得 depends 那你覺得 會不會大致上 分到類 對於印度 最南面的就是 Tamil 最南面是Tamil 其實你剛才也有說 你的影片也有說 是語言上 OK 語言 例如南部 他們的語言 我一定聽不明白 OK 那我是中 你是說什麼 你那個語言 我講Hindi Hindi Hindi就是 差不多全印度都會聽得懂 就是Universal National 是的 OK 但是 例如我男朋友說的語言 他家裡說的語言 我是聽不明白 什麼語言 Gujur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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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南還是北 北 北 我考慮了一會 北都有 是啊 其實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語言 有自己的特別菜 有自己的帽子 有自己的帽子 所以是分得很開 但是他都會說Hindi 他會說的 OK 而你就不會說 我現在開始聽得懂少少少 但我經常都會笑 因為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完全聽不明白 還是歪了少少那隻 有幾個字是有點相似的 但有些真的完全聽不明白 是的 還有什麼呢 衣服也有些不同 他的衣服是比較彩色 但他的衣服是比較鬆身 或者我的衣服是比較閃亮亮感 所以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但是大多數你一說性 你就會知道 例如我跟一個人聊天 就說我姓什麼的 他就會馬上知道我是哪個城市 我講什麼話 我可能知道我家人做什麼 是整個資料都出來了 OK 你要不要買一本閃亮亮 如果你去南面 可能要 可能要 真心要 我看到你有一段影片 我剃了一半 剛才你上來之前我還沒看完 剃了一半 印度神童 OK 以我了解的就是印度神童 他在香港很熱 但是你說印度他不是很熱 不熱 那你有沒有研究過 為什麼他在香港很紅得起 我覺得是因為 其實我有看過他的影片 他講英文 所以他英文就會上BBC 然後再翻譯做中文 或者什麼 但是可能他第一 他小時候 還有他說的話 是真的 剛好COVID的時候 是中了 還有他真的拍YouTube說 反而是其他可能 印度有很多 是真的說 第二時候發生什麼事 例如我出生的時候 其實印度人很相信這件事 例如我出生的時候 我媽媽已經問了預言家 說我女兒將來會怎樣 她幾多歲發生什麼事 其實到現在我媽媽說 對 人家都猜對了 然後我心想 你又不告訴我 她說不能告訴你 但是人家都猜對了 你相信嗎 我相信 你相信嗎 你相信嗎 你相信星座 你相信星座 哦 一點點 但不是很相信 你是不是很相信星座 不是 我純粹好奇 我想你跟我說一些很特別的事 不是 我完全不相信 但是我認識很多人 我男朋友也不相信 因為他很相信科技 是啊 我看得出 如果他能做IT的話 就是Coding 最冷冰冰很正常 而你們的dynamics 是不是這樣 你是負責感性方面 他就會很理性 然後去計算 然後我會跟他說 我今個星期看了我的星座 就是我看了我的horoscop 然後他會笑 你相信嗎 哈哈 哈哈 然後我說 我媽看了原家 他說我們將來會很開心 然後他說 你相信嗎 然後我說 OK 他是很實際 他跟你聊天是Hindi 英文和Hindi 英文 英文當然很Hindi 如果說人壞話就Hindi 很多香港人 或者說中文的人 嘗試說英文 很多時候會出現Chenglish 有沒有Henglish 有 你有看Russell Peters 你也有聽過 我聽到口音 是啊 他們很喜歡 我有時都會假裝 我跟我男朋友說話 我說 Did you eat dinner? No 然後他說 No 什麼 Yes 還是No 然後印度人很喜歡這樣說話 還有印度人打Whatsapp 他們是很喜歡打點點點的 就是Hi How are you 意思是什麼 他想表達情緒是什麼 沒有情緒 沒有情緒 我一開始以為 我和親戚Whatsapp的時候 我以為他發脾氣 就是Hi 有沒有搞錯 沒有回覆我 怎樣怎樣 然後原來不是 他們說話的態度就是這樣 然後他說 OK 好 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說 糟了他是不是生氣了 但不是他們說話就是這樣 飲食方面 如果香港人 如果香港人 我看到了 我看到你捏我嘶 我想笑 你看到什麼 我看到其中一個問題 我已經想笑 香港在哪裡吃印度菜 你認為是最出位的 你是不是想說重慶 我問你 你是不是重慶 不是 你覺得最值得去的 其實我認真說 我小時候是很怕進入重慶大廈 因為我爸爸不讓我進入 因為他害怕 因為他害怕我會被人綁架 我不知道 就是我爸爸是 我爸爸是疼我孔的 那些 其實他是 我小時候 我去到中二 我都不可以去紅線 我是不可以去沾沙咀 不可以去佐敦 不可以去油麻地 那 他是不讓我進重慶大廈 他知道了他會不開心 但是 因為我最近拍片 我進入了之後 我覺得是另一個世界 我覺得整件事很特別 我覺得好像很有歸屬感 好像一個文化的大家會 對 好像一個社會 因為我進去 好像回印度 你去印度的時候 每一個人你不認識 你都會叫伯母 或者你會叫伯母 我就覺得很有歸屬感 我去到重慶也是這樣 我上次去重慶吃東西 然後我說伯母 可不可以多點水 他說 OK 然後他會跟我說話 好像當我一個女 我就覺得整件事很有歸屬感 所以 其實我 我不是散重慶大廈好吃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想吃正宗的東西 有一間我覺得一定要去吃 就是 你已經在寫著 其實接下來我也會想拍片 就是 地上去到最後那行 是吃南部的印度食物 南部是有什麼 跟北部很大分別的? 他們是很喜歡用椰子 來做醬 或者咖喱 所以他們的食物 口味是比較特別的 哦 椰子反而是南部的產物 哦 OK 他們很喜歡用椰子醬 或者他們很喜歡用海鮮 他們的食物是比較 我覺得是水性一點 就是沒有那麼稠 飲食文化我也想問你 因為我在加拿大長大 其實我也喜歡吃印度食物 但是 我經常懷疑自己叫都是butter chicken 是不是 我就是想笑你這個問題 butter chicken 其實是不是根本完全是 represent不到印度文化 純粹是 啊 迎合了某一班人的口味 然後弄出來紅了 然後那些人就當作是印度菜 其實butter chicken 我自己都很喜歡吃 但是我最近被我的印度朋友笑完之後 我就不敢叫 因為不夠正宗 是不夠正宗 因為不知道誰跟我說過 其實butter chicken 不是正宗的印度菜 就好像那些人來到香港 去香港吃什麼 Spring roll Sweet and sour pork 你教我 譬如兩三味菜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 這個我覺得 香港人都會喜歡吃 Pala paneer Pala paneer Pala paneer 你穿得對 Pala不難穿 Pala可以很多種穿 是菠菜的奶油芝士 是綠色的 但是超級健康 OK 這個是近日我也知道 有很多香港人喜歡吃 Pala paneer 是 菠菜芝士 然後呢 我覺得你可以點一下 豆豆 Dalamakani Dalamakani 喂 不錯 但是沒有A DAL Dalamak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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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用豆豆做的 什麼叫豆豆 豆豆是什麼呢 紅色 就是豆類 豆類 對 OK 我以為為Q 類似鷹嘴豆 不是 煮菜來的 OK 最後呢 因為很多人很喜歡叫Nan 其實Nan 我們在家裡煮不到 因為Nan是需要一個特別的爐 所以我們在家裡會煮Barratta 或者Roti Roti Roti 我會吃 Roti Roti 我不是說八街的Roti 是真的在家裡煮的Roti OK 我覺得除了Nan 可以試一下這個類 OK Barratti和Roti OK 都是餅來的 都是餅 但是不同一點 OK 好啊 我又多了選擇 你可以不要叫Butter chicken 我叫了很多年 我猜到 而且也是挺好吃的 是好吃的 OK 如果我去到印度 有沒有什麼街頭小吃 你會推介 嗯 有一個叫Pani Puri 是脆脆的一個波仔 然後就會倒一些芫荽的湯 是冷的芫荽湯 然後你就會站在街頭吃 其實最搞笑的是 Serve你那個人 他是只有一個人在 但是他會Serve你 然後他會Search 可能附近五六個人 在街邊的時候 但是他是計算 每一個人吃了多少個 那計算完之後 會不會收回錢呢 收錢就是收多少個 但是他會記得 你想一個人 記住五六個人吃了多少個 然後他就會抗加 你想一下 例如我 我的親戚 每人可能會吃15個 但是他會記得這個數 總之 印度人你不用指望 在他身上拿到任何好處 是這個意思嗎 是 你拿到真的很厲害 OK 有沒有其他消息 我們印度人現在很流行刨冰 就是用鐵做的 就是有一個刨冰 然後他會灑一些刨冰出來 然後就會加一些醬 其實我從小吃到大 叫做什麼 Galak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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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吃來的 小吃來的 野飲還是刨冰 刨冰是不利 刨冰是甜的 OK 我們印度人很流行Lemonade 這個Lemonade 其實是五元的 一元港幣 不是好像 一元港幣 那就是Lemonade 他會幫你加一些梳打 檸檬 然後因為印度很熱 那就讓你喝 其實印度是有很多小吃的 有時候我出去吃東西 就這樣吃小吃就夠了 但是會有很多用鷹嘴豆 薯仔 做一些餅 或者一些剛才所說的脆脆 現在就很流行一個叫做Momo Momo Momo就是由中國去尼泊爾 然後現在印度很流行就是餃子 印度式餃子 就有雞肉餃子 養肉餃子 還有素食餃子 然後他們就會加一些辣醬上去吃 但其實就是餃子 但是印度的人最近很喜歡吃 是家庭小吃 這個是不是新引入的 引入了大約四、五年 是 是朝野來的 所以我的親戚說 Let's go eat Momo 然後我說什麼 Momo 就是餃子 然後我說我在香港吃很多餃子 為什麼要來到印度也吃 但裡面的餡是辣的 然後他們會加一些印度香料 所以是特別很多的 我不知道你介不介意 給我兩句髒話 我唐身 是呀 可以不說的 我不想說 我教過兩個朋友說髒話 他們真的大叫髒話 我很害怕 不如這樣說 你懂中文髒話 你又懂印度髒話 你覺得誰比較粗俗 印度 印度粗俗 他是不是講性器官 是 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不用特意說出來 但是 怎樣令你覺得更粗俗 將媽媽和其中一個性器官 或者很多這些 我明白 多不多種類 很多 有時候 我男朋友之前 因為他跟男生很喜歡說髒話 他之前很習慣 說得很流利 但他現在跟我一起 我聽起來會很不舒服 因為他 你說的東西 很恐怖 我聽完之後 你說什麼 然後他就說 你喜歡什麼什麼 放上什麼什麼 然後我說 行了行了 我不想知道 是超級Vulgar 我覺得很恐怖 OK 剩下一點時間 我們有個環節 叫做True or Bullshit 我網上搜尋了很多不同的黑板印象 對於印度人 你可以選True 或者Bullshit 我問你一個問題 印度人數學很厲害 True 為什麼 我數學也很厲害 你數學也很厲害 OK 是不是比香港人厲害 你覺得 我覺得其實香港人數學也很好 是啊 我知道 所以我覺得 我們好像有這個數學天分 OK 好 印度人也是懂得跳舞 Bullshit Bullshit? Really? 但你說你不懂得跳舞 就等於死了 是啊 但我不懂得跳舞 所以我結婚怎麼辦 你覺得 不是的 你有這個基因 你學得很快 OK 印度人也是懂得瑜伽 Bullshit Bullshit 多Bullshit 多Bullshit 我有些朋友是連 即 碰腳趾也碰不到 OK 就是我了 印度的食物 大部分都是辣東西來的 True True? True or Bullshit 最後一題 嗯 印度人很沽寒 如何沽寒 嗯 唉 給一兩個例子 我們很喜歡錢 而我們不喜歡花錢 哦 OK 我們會幫 我們會幫 就是我們 要優惠 是會 跟你爭取 爭取 爭取到你為止的 因為有很多朋友 香港的朋友 他們都說 我做過印度人生意 我覺得我自己很厲害 因為我拿到一張印度人的蛋 然後我說為什麼 我用了整兩個小時 跟他聊天 你明白嗎 就是我覺得 你問印度人拿錢 你拿到你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Top Sales Top Sales 我不是開玩笑 你有沒有這種 性格遺傳到 我沒有的 但是我男朋友有 OK 精打細算 我男朋友是這樣 就是我跟他說 喂喂喂 要付多少錢 然後他就會跟我計 他說 為什麼要付這麼多錢 包括什麼 為什麼不可以便宜一點 你有沒有找過其他人 就是他會煩到我避 然後我就說 不如你自己找吧 我不想理你 你們去美國旅行 有沒有給貼士 我想說 我男朋友現在開始給貼士 我爸爸會給的 因為他習慣給貼士 但是我男朋友之前是不會給的 去到美國也不給嗎 他還沒去過 我和我家人去 他開始給 但是印度人是真的 因為他是會問你 拿折扣 問到他有位置 就算你去印度 不是 就算你去餐廳吃東西 定了假 他也會跟你說 你過來有沒有折扣 餐廳吃東西也會嗎 是啊 我真的聽過 因為有一個朋友 之前在澳洲工作 然後他說 你是我唯一一個印度朋友 我說為什麼 你知道嗎 我之前在澳洲工作 我很討人印度人 他們來一個餐廳 就是他做餐廳 他去餐廳吃東西 買單的時候 跟我爭辯半個小時 說要折扣 我說真的沒有 大哥 設定了價錢 然後他跟我爭辯 說要免費的餐廳 我說沒有餐廳給你 然後他最後要了一個 fortune cookie 你多給我兩塊 我說 對啊 印度人是這樣 然後他說 神經病 你現在怎麼賺錢 然後我說 所以你做到印度人生 你很厲害 是一個認證 對 我爸爸到現在 大哥 超過三十年在香港 他都很喜歡賣單的時候 他說 三餐廳 折扣 然後我說 爸爸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問 我覺得很尷尬 然後他說 哎呀 他有時候真的拿到免費折扣 他跟別人聊幾句 然後別人說 好吧好吧 給你 然後爸爸說 你看我的魅力 我說不是你的魅力 你很煩 你是不是已經不想對著你 怕了你 是 好吧 那麼多謝今天 謝謝你 你們來到跟我們 增進我們對於印度的認識 那如果大家 真的想從地理 歷史 宗教 去有一個概括 可以上回我們昨天 上載了那條影片 去認識一下 OK 那記得先 Like Subscribe 還有留言 你的IG Youtube 還有Facebook是什麼 Sunderele New Dalili Sunderele New Dalili Sunderele New Dalili 多謝 多謝 謝謝 謝謝 MING Facebook